大家早晨 在美国总统选举行前 各地的股市似乎的表现波动性大了 你见到很多股市包括美股 港股都有些飘忽的走势 初步看,以科技股的表现相对地较好 代表资金流入这个板块 这个板块先轮较过稍后,现在上升动力似乎恢复了 我们看看昨晚美股收市的情况 正如刚才所说,也是表现荣誉互见 纳斯大克纵约指数是上升0.6% 但是 杜瓊斯工业平均指数是下跌0.8% 似乎 初步看对金流港股的开市 可能是有点不利 恒生指数50只指数成份股 我试试用昨天的成交金额去排列 全部恒生指数成份股 总成交金额是552.8万 排列最多成交的就是 腾讯占了163亿 然后自己看路牌 第2位都是54亿 就是阿里巴巴 宣布业绩的汇控 就是35亿 留意 昨天的别试 就是 在这个 别试之中 后10位成交金额最多的股票 第3位都是暴升的 分别是 腾讯 阿里巴巴 和 汇控 而这3个 除了阿里巴巴之外 两个的 主动买股比率都是到达 55比45 这个及格水平 当中 腾讯是创 新高价 52周新高价 升到588.5 昨天讲股 跌幅不大 主要都是 这一只股票 托柱 怎么看呢 怎么看这股票托柱呢 我们看这一行 是估计指数变动 它是推高恒生指数 110点 而第2大贡献就是第3位的汇控 推高恒生指数接近88点 另外 推高恒生指数 大些贡献的有这一只 17点的就是 若鸣生物 2269 这是头30只 另外那20只 总共50只 从这开始看 这样对恒生指数的 影响不大 4大指数 收市时候的真正变动 看黄色底那些 那你见到 除了科技指数是升之外 其他都是跌的 而跌得较为显著 就是红酬指数 1.4% 成交金额比率 当然 我们有回控 这样的 突然成交多了 那你见到 恒生指数成分股 所占的比率 是42% 近期的高位 国际股都不弱了 39 那其他两个 红酬股 和平日5% 差不多 而科技股 就现象好了 除了能够成功 转跌为升之外 它的总成交金额 即科技指数成分股 总成交金额 占现货 主板市场的总成交金额的比率 是回升到27.5% 虽然未到 平均的 30% 但是亦都表示 科技股的买盘 明显回增 现货主板市场里面 大户主动买股比率 收射报55 15比45 处于 及格的水平 跟过去五个加日的平均一样 鹿德斯金准处 买入66亿港元 比上日减少了 不过 总成交金额 增多了 现象就不太好 而 卖空金额 比率 是16.974% 比上日回降 保证指标BBI 超短期跌回50 短期跌回50 短期跌回50 显手中期亦是 长期亦是跌到50 这是一个不良的现象 大家看到 原因是什么呢 就是这一行 红酬指数全面 拖低了 看到吗 全都低于20 这是一个很差的现象 这是一个不良的现象 连长期都转大了 是明显转大了 这是一个非常值得人担心的现象 指数期货好淡大活 角力的情况 昨天两个指数期货 恒指期货 加权收市位是跌 但是成交量增加 这是不良的现象 国企指数是跌 成交量亦是增加 相对的亦是不良的现象 那么看一下 TWI 国务指标 两样东西合计 是正一正一 两个都是 都是叫做配合的 不过升势已经弱了 虽然还有成交量支持 就是加权平均 接着 我们来看 偏离值 两个都是 正1400几 跌到1300几 这个是正700几 跌到600几 不过 加权偏离值 依然是很好的 正4.2% 正4.9% 就代表 港股在这个 月 10月份期货期 到期前的整体表现 都依然是看好的 整体表现 整体表现 每一天都有整体表现 恒生指数期货 昨天的整体表现 我们由 第一个交易时段 15分钟图 大概是中间位 严格来说 是加权中间位 一路 拉到线 如果线 能够反映 当日 大部分的 成交价位 的中间位 在中间 是跌的 这图的比例 大线 比例 大概是45% 45度 角落 国企指数 还不差 不是45度 是超过45度 跌得急 国企指数 是差一点 两个都是跌 国企指数期货 比恒生指数期货 表现差一点 两个月份合计的 并未平昌合约 恒生指数期货 增加了4.716% 是叫做增加 增加 但是国企指期货 减少 减少3.652% 一个增加一个减少 如何去理解呢 是跌市 跌市 恒指期货增加 代表昨天外资淡有大户 开新仓到来 今年的市 继续跌 持续跌 但是 国企期货 减少 未平昌合约数 代表昨天中枝 好优大回 平旧昌计数 今天都会跌 不过 会 见底回升 就算不是今天 也是明天上午 这个就是 如何去看 一个 增加 和减少 分析 不同的 即是说 综合来说 如果今天的市 看到底反弹 应该由国企股 带动 机会是有八成 国企股的买盘 恒生综合指数成分股 我们总共有485个 恒生综合指数成分股 如果今天我们尝试 不用成交金顶 用市值来计 是 同五个加日 即同五个加日 收市时 恒生指数 是升了 即累积 是升了 0.99% 国企指数 是升了0.25% 少很多 如果用市值排列 市值最大 阿里巴巴 腾讯 美团点评 一路数 我见到 升跌 鲜红色的 汇红 9% 若明生 12% 恒生 新银红 不认识 大家不会 不认识 因为成交不是多 也有8% 明显增加 其他连2.5% 升跌幅 都不够 不认真看 有美团点评 腾讯 更多 阿里健康 这些都是好些 差些是海底low 跌了3% 如果我们用这个 资金正主动买入的排列 最多的就是29亿元的 腾讯 投了10位 放进去 刚才说过 腾讯创52周新高价 不过 上升的股票 只有6只 有4只是跌的 另外我们来看看 昨天一天的升跌幅 有些都 升得很厉害 腾讯 汇控 比亚迪股份 都升得厉害 跌得厉害的 有 碧桂圆服务 和建设 银行 大家看看 百分率 主动买股 比率 最厉害的就是 安踏体育 70 比30 显示的 主动买盘非常勢劲 另外 腾讯 60比40 都很漂亮 61比39 美团点评 跌市之中 甚至有 成交多的股票 那些主动买盘 都很心急入市 碧桂圆服务 碧桂圆服务 特讯 汇控 和 碧桂圆 我的专业综合分析表 里面分析 谈讯表现最好的 接着到汇控 昨日 第3位 阿里巴巴 这3只 全部都是 转跌为 升的成功 反过来 资金主动 卖出 最多的股票 恒生 综合指数 成分股 表现 最 最大的 资金承 卖出的金额 最大的 有5亿 小米 小米近来 真是很麻烦的表现 唯一一只 升的就是 京东集团 第10位 其他的 主动卖 沽比率 量比 那些 就自己看 这些表现差 所以 不花太多时间 讲 放在我的专业组合分析表 里面 表现最差的 原来是 工商银行 第2是 中国人寿 第3 就是 小米 这个 除了看 真正变动 之外 我亦都 加上 自己发明的 家庭动力指标 综合分析 并不是只看 升跌 行业类别 33个之中 资金正主动 买入最多层 39亿多 转件 服务业 跟着 到银行业 然后 仿跡 服装 专业 服务业 这3个是触摸 一点的 他们的 主动买沽比率 最差的 也有54 比46 虽然不及格 是 紫独的 前往20个 被动买卖券商 最多的 跟着最多的 E in the Credit Suisse 排第1位 第5位 我们看不到 有中司 中司第1个 排第9位 他们亦都是看一看,跟上天一样,29个,20个有19个是买卖腾讯的, 剩下一个就是阿里巴巴,最多就是美林负责, 那头五位呢,就见到就都分散了五个不同的股票, 身上托价,握价的呢,就是腾讯,一只,有三间, 瑞迪水士,摩根斯丹尼,和高盛亚洲购责,押着腾讯的股价。 有个消息告诉大家,我那本电子书,你订购了吗? 不是订购了,只是购买,网上购买,用信用卡, 那这个QR告,或者这条链,那就是, 消息就是说,现在可以在网上都看到了, 意思是说,本来我只是可以在手机和平板电脑看的, 现在网上都看到,就是说,就这样你一个电脑都可以看到那本书的, 但是有个问题就是,如果你在手机平板电脑, 由于有那个功能,比如Apple,有Siri, 有Google,有Google名字,我不懂得说, 就是说,你开启了一些字,那些字可以出来, 就是读到声音出来,那就是说,可以有广东话, 普通话听的,现在网上那个, 就暂时就没得听的,只是看文字而已, 那可不可以做得到呢?我都叫同事在看, 那因为原来他们说,不是这么简单的, 不是就这样Google, 读这么简单的,是自己做的,另外一样,一个语音, 希望,遲些会有电脑版都可以导读, 广东话和普通话, 最后我们亦都讲这个的, 美资期货,现在是336.0.0, 336.7.6, sorry,336.62, 是跌了26.5, 那依此计算,四提指数的, 合理开市价,如果现在开市的话, 就是这四个,那恒生指数你预计, 一跌163.0, 那几指数就跌72.0, 就为之合理了, 那么晚一点, 我想是10点多钟, 我会有今天的第二段的影音分析, 到时见啦!